每个礼拜天讲完道 我第二天开始就准备下个礼拜的道 每个礼拜都如此 后来等到我讲了两年多 将近三年道以后 Michael回头去看这些道 才发现它是非常系统的 非常精妙的 每一篇道都恰到好 都在合适的位置上 随着教会的成长 居然他这些信息就是滞长人的 绝对没有八秒助长的地方 也没有这个好像是没有意义的时候 都是非常完美的学 这三件很新的要事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神是怎样这样的引导我 我更相信神的先知以赛亚 神的圣灵漠视他的时候 那是更加的如此 只是一二三年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和在以赛亚身上所做的事略有不同 他给我的是从现成的圣经里面讲道理出来 他给以赛亚的是讲给他的写下来就是圣经 这是这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当我读以赛亚的时候 我来到这一句 神称了以赛亚来成为他的徒弟 所以当我读以赛亚的时候 是非常的历历在目 就是什么呢 当时耶和华招一先知以赛亚 做他的先知 然后圣灵漠视以赛亚 就写下66章的以赛亚书 大家知道我们找到在考古历史上 找到我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这些古经卷的这些考古的这些 但是很奇怪的 唯有以赛亚书66章 就是整一个 66这么长的篇幅的以赛亚书 有完整的抄本 而且不止一个抄本 有超过很多抄本 所以也真是神的保守 在这个死海古卷找到了如此浩瀚的这个古经卷里面 他们恢复出来以后 为所有的这个旧业圣经里面的这个抄本 唯独以赛亚书是完整的 而且当时在死海古卷找到的这些古经卷经过考证 那些古经卷就是手抄本 而这些抄本都是至少在耶稣前两百年 有的甚至是在两百五十年以前所抄写的 这个以赛亚书和其他的经卷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死海古卷找到以后 他们发现两百二十年公元前两百五十年左右的手抄本 跟什么呢 跟在现在的犹太人所用的 犹太的圣经里面的这个以赛亚书相比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只能其他这个 我刚才只是跟大家介绍整个这个以赛亚书包括神的圣经的这个背景的一些知识 但是通读圣经无论哪一卷书 你得出唯一只有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 用他的大能 用他这个大能的灵 默示了先知写下了一切关于我们该要知道的 关于神的奥秘 关于福音的奥秘 大家知道撒旦最恨的是这个圣经 所以撒旦竭尽全力用各种各样的卑劣的手段 在历史上想竭尽所能 试图要阻止人读圣经 读了圣经也让人不明白 所以我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不读圣经 那你就是在遵照撒旦的旨意形式